蝦米板條下鍋 再加入豆芽 韭菜 香菇 紅蘿蔔的配菜 翻鍋這場 這一道炒板條一上桌 就知道來到了客家庄 它的那個板條整個是非常的Q彈 而且它感覺就是放到嘴巴裡面 在咬的時候 就是要怎麼形容 就是端端的這樣子很好吃 被形容很Q彈的板條 其實原料就是用米磨成漿製成的 而客家飲食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米食製品 其實源自於舊時代的遷徙 為什麼我被稱為客家人 就客氣他鄉 從華北 華州 逃難到華南地區 那沿途你帶著你糧是不方便的 因為第一個保存不容易 第二個你煮食它不容易 遷徙時的不便 客家老祖先於是把蜜先蒸煮過 成為可隨時食用的板 更因此發展出許多板料理 像是板圓也就是湯圓 或是水板正如閩南的碗櫃 還有切開Q年的鹹板以及艾草板 更是只有在重要時節才會出現 說真的我們各家人 商事不會用板 只有集市 廟會 祈福 還願 結婚 生子 祝壽 通通都是有板當點心 而且你看到的商事是不會有這種東西的 然而老闆透露正因為板只用於集市 因此連蒸煮的時候也有特殊禁忌 而且很奇怪 板在做商事的時候 譬如說我今天去 去商家回來 你沒有把你自己的身體清乾淨 我今天要蒸那個板 把它蒸成成品 是蒸不熟的 你知道 是蒸啊 而且我碰過了兩 三次 切成塊狀的豬肉下鍋油炸 熱油把豬肉油脂炸出來 讓空氣中瀰漫著肉香味 再放入鍋中燉煮一個小時 就成了道地的客家小棚 以前的家庭是生活比較辛苦的 不是每餐都有 可能就是節慶三大節 或者說我今天有廟會活動 或者說我今天有拜古地宮 才會有這種東西 燉煮出來的客家小棚 三層肉上閃著光澤 滿滿的油香肉汁 這也是客家菜的特色 客家菜在我們台灣來講 客家都做在丘陵地 那丘陵地都忙於農作 跟山上有的山產 那他們需要大量的鹽巴 也需要大量的電解質 也需要大量的調味 可以讓他在每一餐 都可以吃著下飯 吃著下飯就可以 馬上補充到他的鹽分 馬上補充到他的體力 所以說客家菜 它會調味會比較深 這一道客家小棚 顏色看起來紅潤 因為裡頭可是加了紅麴 米酒 冰糖和胡椒一起燉煮 而陶客最喜歡把醬汁 或者白飯 讓白米飯 沾果 油脂鹹香 家裡奶奶滷的那種 控肉的味道 然後他吃起來的口感 我覺得他不會很油膩 因為他肥的跟瘦的 一起入口的時候 就剛好就是綜合掉 那個油膩的感覺 而且他的肉汁 一定要淋飯吃 就是超級大 而這一道菜 也是餐廳第三代老闆 劉仁豪記憶裡 阿嬤的味道 以前我們客家人常講 做新菜做新菜 就是做新菜 做新菜就是 擺在正中心的菜 那小楓這個 它就是屬於做新菜的一種 也是一種主食 以前我們小時候 看到的就是最開心的 因為可以吃好幾碗飯 30歲出頭的劉仁豪 從小就在餐廳大棍長大 人家說做生意的小孩沒有嫁入 後來就是幫忙 從國小二年級 三年級就開始 應該是說有意識以來 可以活動以來 就開始在餐廳裡面工作 那時候做都做怕了 大學畢業後 羅仁豪也當過上班族 回家繼承家業 從來不在他的人生選項上面 因為其實做餐飲的小朋友 大部分都不想回家 因為餐飲太累了 我們那時候還有 我們有做一些小點心 就開始做上我們這些小點心 我們還會出那時候的民俗集團 或是燈會 這些去跑場這樣子 那我們小時候都在 跑場那個花車裡面打滾這樣 然而七年前他回家繼承家業 還是因為父母年紀實在大了 餐飲是體力活 爸媽漸漸有年紀的 但做很多事情其實就是心有餘的力不足 所以那時候我就 依然覺得很回來 覺得第一個他就是 爸媽年紀大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覺得 其實客家餐飲這一塊 他還有更多的可能性 多成塊的骨土雞肉 下鍋油炸後 勞起備用 和炸鍋的薑片一起拌炒 就成了店家招牌 薑爆麻油舞雞 要不然一般薑我都會挑到 放在旁邊不敢吃 可是這個不一樣 我完全吃不出 就是像是那種辣薑的感覺 它是有點像糖霜薑的感覺 就是邊吃會覺得說 哇 我待會我吃不完肉 我剩下薑片 我還可以打換回家 饕客讚不絕口的這一道料理 就是餐廳第三代 由仁豪回家接夜後 融合客家風味的新創料理 以巴斯利瓜的手法 來做這道菜嘛 那沒有人把這兩個東西 混合在一起過 而且我們這道菜吃起來 是甜甜鹹鹹的 繼承了傳統味 又創新了食材的變化 這樣的創舊 正是留人好 想帶給食客的新滋味 然而想要回家 父親可是告誡過他喔 我說了解說可以喔 因為你本國購入很多錢債 所以說你必須要把債務都承接 誰 顯然留人好沒有再害怕 回家後重整了品牌形象 還發展出品牌伴手禮 看在父親眼裡也給了認可 還不錯 表現還不錯 比我好 這一道道菜肴 傳承三代的老味道 又創新的做法 用美食讓客家文化在地扎根 向外撞出新芽 還有一道菜股